今個星期五是Beyond 靈魂日物 皇家驅逝世三十週年 TweeB日前播出特比節目 永遠光輝皇家驅 被一眾觀眾再次回顧 家驅昔日珍貴演出的片段 在節目中嘉賓之一的肥媽 聲稱獲皇家強內電 還說家驅生前寫過一首歌送給她 肥媽又說當日錄音的時候 唱了頭兩段就想起Beyond和家驅 還一道勤煙地說 或家驅幫助而順利錄音 不過肥媽這番說話竟然惹來加強不滿 公開炮軍肥媽說謊 她就說關於我的都是謊言 又說哥哥家驅已經走了 但為何可以這麼不尊重人 還說無論在什麼途徑得到這首歌 性失趕出原因未必不能感動人 家強出post之後也說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代 她希望做人可以無愧於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